姓涛哥等满分 同学们好 我是学生思网学的猪涛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学习音试分解的第三部分 第一啊 这个太原式初中数学竞赛的一道题目 关于xy的二次式 x平方加7xy加my的方 减5x加43y减24 可分解为两个一次音试的成绩 则m的值是多少 其实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个式子来进行音试分解 但这个题呢 其实它把这个难度给降低了 因为它不是让你求这个音试分解的结果 而仅仅只是让你求这个m的值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黑板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二次六向式 本来二次六向式的 常规的音试分解的方法 是不是应该是双十字相乘法 对吧 我们前面也讲到了双十字相乘法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用带定系数法 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二次六向式 这种类型的音试分解 既可以双十字相乘又可以带定系数法 那么在这儿呢 想跟同学们说一下 这个带定系数法是一个不费脑子的方法 纯计算就可以了 一上来呢 你应该先猜 我们这个东西分解完了以后 长什么样 其实对于这种二次六向式 他说它可以分解为两个 一次音试的成绩 一定长成什么样呢 就是我们在这儿 什么什么倍的X 加上一个什么什么倍的Y 然后再加上一个常数 乘以一个什么什么倍的X 加上一个什么什么倍的Y 然后再加上一个常数 各位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我在这儿就变成一个填空体了 只要这种类型的 你可以回忆一下你之前学的双十字相乘 它分解完的结果 是不是都长成这样 而就我们这个一次式里边 现在把所有的项都列出来 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题 是不是就是要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什么倍的X 什么什么倍的Y 对吧 后边那个常数到底是多少 你不知道呢 我们就开始带定系数 所谓带定系数 就是假设这个系数为一个字母 最后把这个字母算出来就行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有没有必要来一个什么 AX加BY加C 然后DX加EY加F呢 我设六元的 有没有必要呢 没有必要 原因是我们这儿是不是 X的平方已经出来了 你想想什么样的X乘以什么样的X 才能得X平方呢 其实只有EX乘以EX 那有个朋友说是-EX乘以-EX怎么办呢 你想想我们如果把这个式子两边 这个式子第一个括号乘以一个-1 第二个式子乘以一个-1 是不是应该是直不变的 所以我们首相系数尽量为正 因此不可能出现-X -X这种情况 一定是一个正X 然后正X 好 所以X这一部分不用设了 但是Y这一部分 有没有发现就需要带定一下了 哦 我们可以加一个AY 然后加B 然后这边呢 是X加CY加D 这样就把六元变成四元了 我们因式分解的结果已经长这样 下面需要干什么呢 去把这个ABCD给算出来 那如何来计算呢 其实就开始要解方程了 所有带定系数吧 我说不费脑子的原因 就是本质上它是在解方程的 怎么来解呢 它照这个东西成完了以后 是不是一定要等于上面这个式子 导致它们的系数必须得是对齐的 我们X方已经对齐了 下面是TXY 怎么才能乘出XY这样东西呢 这边的X 是不是得乘以这边的CY 所以应该有一个CXY 对吧 这边的AY 得乘以这边的X 所以应该有一个AXY 那导致我们的CXY加AXY 是不是就是C加A倍的XY 大家知道这个玩意等于几吗 是不是等于7啊 所以你就在这找 找这里面乘出来的东西 等于上面这个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方程大概长什么样 然后有一个MY的方 外方怎么出来呢 一定是AY乘以CY 对吧 那就是AC倍的Y AC倍的Y 外方 AC倍的Y方 等于M倍的Y方 所以AC等于M 你说那这个不就出现了一个不定方程吗 有两个数相加等于7 现在要求他们的成绩 对 目前是一个不定方程 它是不是应该有无数租解 但是我们条件还没有用完 这儿是不是还有一个-5X 来找一下X这一部分 X是不是得乘以这边的D 对吧 这个B是不是得乘以这个X 导致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它算出这个X系数 有一个DX加BX 是不是就B加D倍的X B加D它应该等于一个负 是吧 B加D等于负 来接着再往下还有个43 43是Y得出来的 那应该是我们的AY 是不是得乘以一个D 那就是AD 是吧 AD倍的Y 这边呢 是不是还有个BC倍的Y 加BC AD加BC 它应该等于我们的43了 43 最后一个呢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的-24 常数下 那非常明确 是B乘以D得出来的 BD等于-24 BD等于-24 把所有的条件都罗列在这儿了 我们一共有五个位置数 对吧 我们有MABCD 来看一下 12345 是不是有五个方程啊 五元的五个方程一定可以解出来 一定可以解出来 我不管它是几次的 其实这是个五元二次的 那突破口在哪呢 突破口应该是在我们的第三个和第五个 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东西相加等于-5 两个东西相乘等于-24 其实是可以算出一个定值的 那数感比较好的 可能你们知道了 哦 这个东西就是-8乘以3 对吧 -8乘以3等于-24 -8加3 是不是等于5啊 导致我们的B和D 一个等于-8 一个等于3 呃 那到底谁等于-8 谁等于3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个分类讨论 对吧 有可能是B等于一个-8 然后D等于一个3啊 D等于一个3 也有可能是B等于3 然后D等于-8 这俩交换一下 加法是不是都有交换率 是不是都可以 没有问题的 那有人说 这就是它竖感比较好啊 它能看出来 我竖感不好 我看不出来怎么办呢 好 这种方程 以大家目前所学 是可以解出来的 我给大家写一个完整版 B加D如果等于-5 我们可以得出B 是不是应该等于一个-5-D的 对吧 -5-D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带入到我们下边这个式子里边去 下边这个式子呢 就是一个-5-D 然后乘以一个D 等于一个-24 左右两边呢 其实可以同时去掉一个负号 这边除以一个-1 是不是就是5加D了 这边就是正24 对吧 5加D乘以D 那就是5D加上一个D的平方 等于24 把这个东西再移过来 减24等于0 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出现了一个D方 加5D 然后减24等于0 这样的一个一元二次方程 那学竞赛班的同学 其实你学完音识分解以后 有一些这个一元二次方程 是可以解出来的 我们在这儿可以用十字相称法 来把这个东西来音识分解一下 这是个D方 要用一个-24凑一个正5 对吧 -24怎么凑正5呢 是不是应该是加8-3 对吧 加8-3 导致我们这儿应该有一个D加8 然后乘以一个D减3等于0 出现这样的东西了以后 下边该干什么 出现这样东西以后 下边该干什么 你是不是两个东西相乘等于0 说明这俩都有可能等于0 说明D等于-8 或D等于3 对吧 D等于3 这样的是一个完整版的 我们求出来D的两个值 黑板上写的这一个 是不是其中一种情况 D等于3的时候 D呢就等于-8了 如果D等于-8的时候 B是不是就等于3了 正好把咱们俩交换一下 对吧 交换一下 好 那么给大家了一个完整版 你可以自己再琢磨一下 我讲的比较快 这个什么音试分解 还有去符号 你想不明白呢 你就把视频暂停 自己画一画 好吧 我就在这不多解释了 如果我知道了 这种情况的话 下边该干什么呢 你是不是得带进去 你得带到这个式子里边去 我们有一个AD加BC AD就是多少 就是3D 是吧 加上一个BC呢 那就是-8C 它等于一个43 3D-8C等于43 我们在这儿 是不是还有一个 不是3D 应该是3A吧 写错了 这地方应该是3A 3A-8C D等于3 3A-8C等于43 刚才有一点失误 另外我们还知道了一个 C加A等于7 对吧 好 我写成一个A加C等于7 效果是一样的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儿 出现了一个关于AC的 二元一次方程组呢 是不是可以把它解出来 解完了以后 我们的A乘C等于7 是不是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 消A 消A是不是就得扩大三倍 可以得到一个3A加3C等于一个21 再用3式减去这个1式 把它们俩做个减法 3A-3A没了 3C-8C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3C--8C -8C 应该是一个11C 这边的21-43 应该等于一个负的22 导致我们的C就等于一个负2 C求出来了 A是不是马上出来了 负2加几等于7呢 是不是得加9啊 所以导致A等于一个9 C等于负2 A等于9 M等于它们俩成绩 是不是就是负18啊 所以我们得到了M的值 是一个负18 做完了没有呢 有人说没有做完 是吧 原因是什么呀 我们这只是第一种情况吧 就是当B等于负8 D等于3的时候 如果这个B等于3 D等于负8 我们是不是用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去进行一次操作 对吧 也可以进行操作 好 那么我想跟同学们说一下啊 基本上你不用再操作了 算出来答案是一样的 算出来的答案 依然是负18 依然是负18 你可以不用再去算一遍了 我简化一下大家的计算过程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算一下 正好会发现 我们AC的成绩 依然是负18 那么通过这道题啊 想给同学们说一下 什么样的 这个方法叫做带定系数法 就是我们对于这种形式的式子 我不知道它因式分解以后长什么样 那么就先去猜一下 猜它长成一个 什么什么X加 什么什么Y加 什么东西乘以什么什么的 对吧 猜完了以后 知道的呢 我们就可以定下来了 比如说这是X的方 那所以一定是XX EXEX 对吧 那这个Y和我们的这个常数项 是不知道的 就开始列方程 设字母 设位之数 我不知道有多少个Y 那就AY 这就叫带定系数 我不知道这个系数是几 带定一下 然后加B 这是CY加D 下边干什么呢 把它乘开 让乘开以后的系数 跟我们原式的这个系数 一一对应就可以了 一一对应完了以后呢 我们去解一个方程组就行 所以这种题呢 你猜完了以后 无非就是在狂计算 对吧 展开什么解方程组 等等等等 一定是可以解出来的 如果解不出来 说明这个题错了 它根本就不能阴时分解 不能阴时分解 或者是你猜错了 或者你猜错了 就分出来不是长这样 那需要调整 需要调整 好吧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拓展一下 有没有发现我把ABCD 都已经确定了 对吧 ABCD如果都确定下来了 这个阴时分解的结果 是不是也就定下来了吗 应该是 对于我这种情况 应该是X加9Y 然后减8 对吧 这边应该是个X 减2Y 然后再加3 这就是阴时分解的结果 假如把这个题改成一个阴时分解的题 你是不是也可以做的 好 不知道同学们对这个带定系数法 有没有点感觉了 一会儿呢 我们接着往下讲 好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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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